六七年级生很熟悉 在香港电影《赌神》当中 饰演龙武的影视大亨 向华强向左父子 申请来台一亲居留遭到驳回 与向华强的太太陈兰台湾出生 向左的太太女心郭碧婷也是台湾人 两个人依规定提出申请 不过由于向华强亲北京色彩浓厚 向左也曾经参与了共亲团外围组织 这件一亲案也备受争议 移民署在今天证实 经过相关单位的审查 基于国安理由 以及两个人身份背景 驳回申请 对此陆委会表示 如果两个人不服 也能够依规定提出救济 在电影《赌神》中 饰演龙武拥有高知名度的 香港影视大亨向华强 和他的长子向左 去年底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 来台一亲居留 不过却被拒于门外 本会尊重主管机关 依法所做成的决定 但对个案我们不予评论 移民署证实 基于国安理由 驳回向市父子申请 打回票原因 和两人背景有关 向华强曾经担任 中国电影基金会名誉副会长 清北京色彩浓厚 还曾率领大批艺人 力挺港版国安法 而自向左则是 曾以共亲团外围组织委员 身份公开受访 而根据香港澳门居民 进入台湾许可办法 第二十二条其中一项曾任职 大陆军事党务等政治性机关者 不予许可拘留 他也可以寻求相关的救济 他也可以重新再提出申请案 申请被捕回 向华强妻子 陈兰也说 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有可能会再提出申请 因为儿子娶了台湾媳妇 郭碧婷 夫妻两一月还曾来台 参加孙女的百日宴 没想到如今因为身份争议 来台疫情梦碎 谢霍卫人台北报道